中国人吃了上千年的猪油 竟成专家眼里的致癌帮凶 猪油到底能不能吃呢 认真看完这个视频 你会发现资本的力量到底有多可怕 对于大多数八十 九零后的人来说 童年守在锅边灶前 眼巴巴守望熬猪油 过后大点猪油渣 是一件幸福事 油渣能做成的美食其实有很多 相信大家都能说出几样来 即便是不用什么特殊的料理 刚熬完油的油渣 就已经让很多人垂涎三尺 所以很多人对猪油渣的回忆 仍然记忆犹新 那种清香诱人的味道 至今想起来仍有余味 可就这一二十年的功夫 猪油突然从万人迷 变成了万人险 无数个专家告诉你 猪油含有大量的胆固醇 与饱和脂肪酸 多吃一勺 血压升高 多吃两勺 动脉硬化多吃三勺 心脏病高血压少不了 好家伙 在他们的口中 猪油效果堪比低瘦 那专家们认为 不吃猪油我们该吃什么呢 视频开始前 请各位看官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在两秒钟 强烈推荐并关注一下 你们的知识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答案就是植物油啊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美国曾有多个研究机构表示 建议用植物油 代替动物油 并认为食用植物油 更有利于身体健康 这种说法看似很有道理 但很快就被打脸 这相对名为 悉尼心脏饮食研究的课题 本来是想证明植物油更好 结果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研究结果表明 用植物油代替动物油后 无论是实验对象的死亡率 心血管发病率 还是关心病发病率 植物油组都普遍比动物油组 要高出五个百分点左右 实验结果一目了然 植物油并没有传说中的 那么神乎其神 似乎还不如动物油 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看到的只是别人 想让你看到的 那么背后操纵的大手 究竟是谁呢 中国人吃了上千年的猪油 真的会致癌 承认 饱和脂肪酸摄入过量 的确是对身体有害的 但关键就在过量这两个字身上 许多医学专家 也都是靠这两个字来唬人的 他们只告诉你过量就会出事 但从来不会告诉你量在哪 严格意义来说 饱和脂肪酸 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摄入标准 每个人的身体素质都不一样 有的人身体好消化快 有的人身体虚弱消化满 他们身体能承受的饱和脂肪酸 就不一样 其实按照正常饮食规律吃饭 其实就没什么问题 摄入的饱和脂肪酸也不会过量 除非你是暴饮暴食 一天吃十几斤肉和油炸食品 那的确会和报道中说的那样 被各种疾病缠身 但任何事情过量都会导致这个结果 所以说 抛开剂量污蔑 我们吃了上千年的猪油致癌 恐怕根本就是那些植物油背后的资本家 为了强占猪油的市场做出的小动作 说猪油是心血管疾病的加速剂 确实有点夸张 实际上 对于正常人来说 每天适当吃一点猪油 对血管还是有好处的 这里需要注意 是适当吃猪油 而不是肆无忌惮地吃 不管是不饱和脂肪酸 还是饱和脂肪酸 吃多了 同样都对人有害 刚才已经说了 猪油作为食物 吃是可以正常吃的 只要适量即可 那猪油还有什么用处吗 关于猪油的使用 没有人能比智慧的中国人民更有创造力 长征途中 为了给发暴击的电池充电 我国曾经提炼猪油 来维持发电机的运转 现代社会对猪油的使用 让很多人都眼花缭乱 当你的皮肤出现干裂的现象 抹上点猪油 再也不会出现皮肤干裂的情况 揉馒头的时候 舀入一勺猪油 可以让馒头皮色则鲜亮 香甜可口 防止铁锅生锈 这个是大家众所周知的 家里用的大锅都是铁锅 一般新买回家的锅 先用猪油浸泡 这样再用的时候 就不会生锈了 这么一看 猪油还真是好处多多 最后再做个总结 不管是猪油也好 植物油也罢 适当的摄入 或者换换种类吃 这样来吃既能美味 又能健康 所以不要戴着有色眼镜 去看猪油 大家平时生活中吃的 主要是植物油还是猪油呢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击关注场按点赞三秒 会有惊喜发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